第340集 狮魔三戏 2023年9月13日 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白骨精被第二次打死 这个时候他来到半空 夸奖孙悟空 他说呀 不论我怎么变化 孙悟空都能识破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三生万物 可是万物的本质还是原来那个一 这个地方说的就是啊 满清是一切的根源 邓小平也不过就是表现之一 满清 他在人间千变万化 而革命者就是孙悟空啊 都能识破 但是我不得不说呀 只有觉醒的人才能看破满清 不觉醒的人 尤其是现在这一代的人民啊 绝大部分什么都看不透 满清那是一片一个准啊 这就是一天上一荡 荡荡不一样 此时白骨精说 如果向西四十里就不归我管了 那么此时是什么时候呢 这个时候 当你明白了白骨精代表满清 那么显然 2017年就不是他们掌权了 因为2017年就是在最高层开战了 就是十九大 所以啊 此时就是2017年 是习主席的十九大 向西四十里 是向历史上游 这是说 四十年前 正好是1977年 1978年 邓小平提出包产大户 大家看看啊 不是我故意提这个死兔子 而是从邓小平登上历史舞台之后 他时刻作恶 次次不缺席啊 哪次都有他 所以只要说到卖国啊 必然有邓小平 1978年包产大户的提出 代表满清正式在中国复活 一直到2017年 整整39年 就可以算40年啊 都是满清掌权 而白骨精说 过了四十里 就不归我管了 这就是说满清知道 2017年之后啊 就不是他们掌权了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按照 2012年十八大开始算 2012年的四十年前 就是1972年 此时毛主席已经被软禁了 也代表了满清掌权 所以啊 你不论从2012年开始算 还是从2017年开始算 都是那过去的四十年时间 满清掌权 显然满清知道 他们的末日就要来了 所以满清再次变化 你看这一次啊 他变成了一个老公公 这个老公公 白发如彭祖 彭祖是中国著名的老兽型 他其实可以说是 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 手里是龙头拐杖 身上穿的是贺场 还不断念经 这是谁呢 此时啊 这个老公公 不代表具体的一个人 这个时候 说的就是纯粹的思想领域的战争 而这个老头 准确的说呀 他代表了国学 西方邪神也是神仙 他们也看得到过去 现在未来 但是呢 他们也在天道之下 现在天道运转 他们失败了 可是失败 不是死亡啊 他们还在等待未来翻盘 因此这个时候 虽然西方邪神 关闭了西天门 但是他们可以 提前在人间买雷呀 这个雷早就埋下了 这就是国学 你想想国学 什么时候出现的吧 具体时间 这个也没有办法找到 因为国学呀 是将中国过去 所有的所谓文化呀 典籍呀 装在一个大桶里面 而中国这些文化 典籍本来就存在 只是呢 西方邪神 给他们起了一个新的名字 叫做国学 所以呢 我不好确定 国学具体出现在哪一年 但是啊 我查了一下 2004年 胡锦涛时期 中国开始了 在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 随着孔子学院的出现 国学这个名词 也就出现了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2004年 国学粉末登场 国学的本质 就是西方邪神 编造的一个 新的谎言牢笼 我们现在啊 可以仔细的区分 西方邪神编制的 各种谎言牢笼 现在咱们不说 有没有神仙 这个太高端了 一时半会儿 不能讲清楚 我们只说人间 人间呢 过去百年 一方的谎言牢笼 有个根基 地基啊 那就是啊 白皮最高 白皮最文明 中国人最差 中国人最落后 中国人最愚昧 你有了这个概念 你就去对照 过去几十年的宣传口 尤其是问 六贼的文字视频 基本都是在这个框架内 因为六贼呀 是要听命于 他们的顶级领导 而这个顶级领导 就是西方邪神 下属的宣传部 他们的宣传口径 就是白皮最高 中国最愚蠢 所以呢 不论六贼怎么变化 他们都是这一套 你看代表性的 有个台湾人 写了一本书 叫做丑陋的中国人 对吧 这个台湾 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中国人自己说出来 丑陋的中国人 他自己都说自己最差 他还同时宣传 白皮最好 看到了吗 这个时候 你在精准对照 我之前说过鲁迅 鲁迅的笔下 创造了很多很多 中国人的形象 然而其中 竟然没有一个好人 看到了吗 鲁迅就是六贼的 民国祖师爷 这时候 你还不用想那么远 你就想一下 现在还活着的这个啊 著名导演张一谋 这个著名汉奸 你知道他拍了那么多电影吧 那么你马上想一想 他的电影 你看看他 镜头下的中国人 都是什么德性 活着这部电影里面 那个富贵 就是一个二溜子 败家子啊 洪高亮里面的江文 演了一个愚昧不堪的 中国老农民 光榜子穿免当大棉裤 而女性呢 巩俐在活着 这个电影里面 她是吃骨耐劳 然后呢 然后倒霉了一辈子 孩子都死了 在洪高亮 这电影里面 巩俐在野地里面 被野男人搞 在金陵十二差 这电影里面 中国女人 那就是妓女 而且还是抗日主力 你看看 这都张艺谋 给你拍的什么玩意啊 看到了吧 只要你有了天地一指 万物一马 这个神仙高度 那你看张艺谋 他不就是一个活着的鲁迅吗 你看看 张艺谋都是鲁迅了 鲁迅改行拍电影 也不过如此啊 现在你就明白了吧 西方邪神 过去几百年 这个思想牢笼的框架 是白皮最高 中国人最低 而无数六贼 以鲁迅 于华 莫言 张艺谋 葛优 巩俐为代表 天天就为这个框架 添砖加网 增加无数丰富的细节 让人民相信这个谎言 框架好像什么呢 他就好像毛坯房 你没有办法去住的 而细节是什么呢 细节就是装修 不同人呢 装修的手段不同 鲁迅 张艺谋 那是顶尖的装修师傅 所以他们给你提供了 精致的马桶 漂亮的厨房 你看 哎呀太好了 你住进去了 然后那你就认为啊 中国人 男人就是阿Q 女人就是妓女 大家明白了吧 你住在这个房子里 你就相信了 这个房子里的一切 当你明白了这个 现在你看看 我就说一件事 就是华为手机 超过苹果手机 这个代表什么 这代表西方邪神 原来那个思想牢笼 他的地基完蛋了 因为原来那个思想牢笼的地基 是白皮最高 中国人最低 一切都是建筑在这个之上 你在这个框架下 你再看邓小平 邓南 柳传志 他们做的事 他们为了维护这个框架 所以他们疯狂的压制中国芯片 大家现在啊 就在更高层次 看懂了邓小平 邓南 柳传志 他们的邪恶 正是因为 他们压制了中国芯片的研发 所以导致西方邪神 那个百年谎言牢笼 能持续存在 如果没有邓小平 邓南 柳传志 这些汉奸外国贼 那么在毛主席去世之后不久 就应该是我们中国最先进入芯片之代 那样的话 在八十年代 最迟九十年代 西方思想的牢笼就全崩溃了 大家懂了吧 而邓小平 他就是怕西方邪神 这个谎言世界崩溃 所以他才将新中国所有科技直接斩断 运石给你拆了 芯片不允许研究了 大家懂了吧 这就是邓小平和他一家人疯狂犯的罪 尤其是邓南呢 邓南直接霸占了中科院 有他坐镇 那么他就看谁敢搞科技 谁敢搞高科技 邓南就搞死谁 大家懂了吧 现在你就更加明白 邓小平一家 柳传志一家 是多么邪恶了吧 柳传志一家呢 估计就不归我管了 而邓小平一家 尤其是邓小平本人 肯定要死在我手里 我来到这个时代 就是做这件事的 现在我们不说邓小平 我们继续说 西方邪神的思想牢笼 又在2023年 就前两天啊 华为手机压过了苹果手机 而这件事 你千万别只看到手机这么一个行业 你也别看啊 芯片这么一个代表 你要更高层次 你要有天地一指 万物一马的概念 这代表着西方邪神过去百年 甚至几百年精心编制的思想牢笼 地基塌陷了 因为中国人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 中国才是最高 而白皮黑鬼呢 都是愚蠢的畜生 所以呢 西方思想牢笼地基 就彻底开始塌陷了 这个时候 你再看 鲁迅 张艺谋 于华 莫言 他们这帮汉奸抹黑中国 还有用吗 但是屁用也没有啊 因为他们的精装修了 西方邪神这个火源房间 可是啊 这个房间 它地基都塌了 整个房子都没了 那么这些精装修还存在吗 肯定没了 都变一堆垃圾了 现在我可以肯定告诉大家啊 不过十年 鲁迅 张艺谋 于华 莫言 就这帮文艺汉奸的真面目 就会被新一代的中国人彻底认清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 都知道鲁迅 张艺谋 于华 莫言 就是一滩滩臭狗屎 只是满清当道时候呢 他们 可是捧的就是臭狗屎 所以这堆啊 臭狗屎 一个个都被打扮成巧克力模样 欺骗了人民几十年 他们就在人民头上 作威作福 鲁迅更长 这个有一百来年了 现在 他们马上就要暴露 臭狗屎的真面目了 到时候就会人人汗打 那么我们凡人 都看到了现在 中国的突破 那么你想一想啊 西方邪神 他们可是神仙 他们看得到未来的 所以他们早就知道 这种事必然会发生啊 所以他们早早在 胡锦涛时代 就安排下国学这一步棋 国学呢 是一个新的思想牢笼 这个牢笼才出现不久 还没来得及精装修 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你此时想象一个房子 之前你住的这个房子 就是西方打造几百年 尤其是近几十年 疯狂装修好的 谎言房子 而这个房子它崩溃了 西方邪神要新建一个房子 而新房子的地基 它和老房子是冲突的 因为啊 老房子是白皮最高 那新房子没有这个了 但是呢 新房子刚出现 这个新房子 现在还没有建好 新的房子 它是像什么呢 我举个例啊 它有点类似马列 你看啊 马列有个本质 就是郭子说的 无产阶级 必须解放全人类 然后自己才能得到解放 这里我换个说法 你把无产阶级 换成中国人 你就全明白了 七方邪神宣传 中国人 有人爱的传统 这个就是中国文明的核心 因此 中国人 必须让全世界人 白皮黑鬼 都过上好日子 然后 你们中国人 才能算成功 这就是说呀 中国人的好日子 要最后过 我们还是要先养着 白皮黑鬼 而国学就是这个理论依据 大家懂了吧 这就是换汤不换药的卖国思想 而这个思想 他们包装一番 称作国学 弄了一个孔子学院 这都是西方邪神的提前安排 此时 他们不说白皮最高了 他们把这个给藏起来了 因为现实打碎了这个谎言 可是他们马上换了套路 他们说 哎 你们中国人很文明 因此呢 中国的文明 就要把白皮黑鬼 扛在肩板上 顶在头上 这不还是一样吗 大家懂了吧 但是呢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房子 还来不及精装修 所以现在国学领域 那是各种马仔啊 各自疯狂发展 就是群魔乱舞 我举个最具体的例子 你看啊 这个新的谎言牢笼 如果被精装修了 那么张艺谋 一定会拍一部 宣传这种精神的电影 可是现在 我没有看到 有哪个知名导演 拍出这样的电影 这就说明啊 西方邪神 这个房子还没有开始精装修 可是呢 非精装修 早就开始了 否则人民住不进去 骗不了人呢 非精装修啊 就是郭继承 王德峰 齐善红 这样的一群 所谓国学大师 我就这么说吧 现在所有的国学大师 都是西方邪神 亲力培养的小骗子 一个个都是啊 他们各自发展 但是因为是各自发展的 所以他们都是瞎说八道 他们往往是自相矛盾的 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所谓国学是什么 因为他们都在山脚 他们连半山腰都到不了 甚至他们都不知道 眼前还有一座高山 你比如郭继承 他都以为自己早就站在山顶了 他已经一览众山小了 他旁边坐着的 那可是释迦摩尼啊 那老子都只能在他腰间 孔子呢 仅仅是只能在他脚下 至于西方的那些所谓思想家 那个就简单了啊 他们这帮人 连和郭继承对话的资格都没有 这可是郭继承自己说了 这个郭继承啊 纯粹就是个二傻子 而王德峰呢 他不但傻而且坏 我今天看了一个关于他的资料 这个王德峰还在宣传 中国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啊 为什么人人都活得这么累啊 那是因为呀 中国人丧失了最基础的诚信 就这些玩意儿 你看看啊 这就是复旦大学培养的哲学小王子 王德峰 你就看这个人是多么的臭不要脸 就他那一张老脸啊 脸上的褶子都能夹死苍蝇了 他还自称小王子 你这样的小王子只能配老巫婆啊 你还想要小公主是吗 你可是真会做梦啊 当然啊 王德峰骗小女孩也是可以的 毕竟现在中国很多年轻女孩子被洗脑很深 老骗子自称王子 他要骗公主 就这套路王德峰熟悉 还有那个齐善红这个神棍啊 这位直接就是原地成仙了 他都能和老子在梦里直接对话了 他管老子叫爷爷 你看啊 老子有这么个不孝孙吗 你就看看这些 现在的国学野蛮生长的这个情况啊 这些也就说明了 西方邪神虽然打造了一个新的谎言房间 可是他们还没有找到精装修那个装修队 张一毛啊 毕竟老了 新的大汉间呢 估计还没有成长起来 你想啊 这个墨言 这个鱼 这个余华 他们比起鲁迅可真是差远了 他们连给鲁迅捧臭脚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呢 没有找到第二个鲁迅 但是我觉得啊 当我的西游记视频出现之后 又再也不可能出现第二个张一谋 第二个鲁迅 这样的大盘国学大师了 他们这帮骗子啊 在这一系列视频面前 必将暴露原形 人人喊打 此时大家就明白了 现在白骨精变成的这个老公公 他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物 而是思想领域的国学 所以他主着龙头拐杖 这就是说 在思想领域 有这个国学 他有霸主的地位 这么说吧 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代表工心 以国学代表私心 而这个工心和私心的斗争 一直贯穿人类社会 到现在也不会停止 未来也不会 那么你就看现在的思想领域斗争 你看现在 毛泽东思想是主流吗 不是吧 毛泽东思想 别说是主流了 就连冒泡都难冒出来 此时呢 我就要点西南大学的名字了 2023年9月9日 西南大学的学生 给毛主席雕像献花 然后立刻他们就被 学校保安撤走了这些花 并且把这些花踩烂 保安说 这是校领导知识的 那么我就点点这个校领导的名字啊 西南大学党委书记李旭峰 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 你们两个对毛主席如此仇恨吗 你说你们俩是不是汉奸卖国贼 如果你们说不是 那你爸爸妈妈都不敢相信 他们都得抽你们俩大嘴巴 全国人民多少人都想去毛主席纪念堂 为毛主席献上一份敬意 而你们 你们两个就在你们的学校 西南大学 将学生献给毛主席的鲜花 让保安撤走采烂 你们两个活畜生啊 你们真的不是东西 我虽然呢 不能对你们怎么样 我不能杀死一个凡人 那我就越界了 可是啊 你们要知道 人在做 天在看 有一天呢 你出门被车撞死 那你就看看你曾经干的黑心事 你们两个就留名在这一系列视频中了 千秋万载啊 让世世代代的人破骂 凡是做这样事的人啊 就是你们两个这样的人啊 大概率都是贪腐分子 你们也许就要暴露了啊 我提前预祝你们早日进监狱 进去之后好好反省 如果是死罪那可就太好了啊 等你们俩死了之后 我去地府 我再当面抽你们大嘴巴 这一群混蛋 真是气死我了 说到这里啊 我就再说一遍啊 现在我的视频 在各种层次流传 我点名的人 可能有许多人会看到这个视频啊 就西南大学 我点名的这两个校领导 你们这现在啊 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你们有各种各样的权利 你有本事就找人来杀我 或者你们直接告我都可以 不只是你们 我点名的所有汉奸麦国贼 都可以这样来 你看啊 死的是你 还是我 我现在已经深刻明白了自己的身份 我就是汉朝的东方术 再次来到人间 来到这个时代 你们这帮汉奸 如果你们是凡人 我对你们也没辙 我也没办法 但是如果你们认为啊 我也是凡人 你们就可以来惹我 那就太好了 你们来一个 我就杀一个 而且保证你们死了 都不知道是我杀的 如果你们告我 那就更好啊 那就让你们的汉奸真面目 彻底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我巴不得你们来告我呢 说到这里啊 我必须连死人也带上啊 大家看看原文 你看这里说了 彭祖 龙头 拐杖 还有类似道教那套东西 这其实有个很形象的代表 就是张志顺 看到了吗 你这时候啊 把白骨精变成的那个老头 当作张志顺这个老骗子 你马上在脑海中 就有了一个形象化的白骨精 他说他是道医 道医要高过中医 还有什么密传医术 还有什么八部金刚弓 他还是陆地活神仙 这都不是 这不都是张志顺的骗术吗 他这么欺骗 为什么你还能知道 你想一下啊 全国骗子多了去了 你为什么知道张志顺 他长腿跑你眼前了吗 显然不是啊 这就是西方邪神 选中了一个形象 那么为什么选他呢 因为他活得长 就这唯一的理由 你看看啊 张志顺什么时候出名的 我就问你一下 在白皮最高的年代 你知道张志顺吗 那个时候我举个例子啊 就是上海有个周立波 一个老流氓啊 这个老流氓说 那时候他还是名人的啊 他说呀 我们喝咖啡的 我们看不起吃大蒜的 他喝咖啡 他就是高雅 他喝白皮一样 大家明白了吗 我说这个例子 是让你回忆时间 在这个老流氓 说喝咖啡最高雅 最文明的时代 你知道张志顺吗 你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个人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张志顺 被埋土里还没刨出来吗 显然不是啊 他不是还和 还和现在一样活着吗 那不是和现在一样 这时候他已经死了 他那时候还活着呀 可是那个时候 就周立波那个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老骗子 那是因为啊 当时是上一个谎言牢笼 正牢固的时候 七方邪神 当然不允许有人来破坏地基了 所以当时张志顺别说被宣传了 就是他敢自己宣传自己 他提前出来行骗 都得被抓进去 你看看多少中医 被以非法行医罪名 抓进监狱里面去了 那个张志顺难道不是中医吗 他自称道医 他比中医还高 那么他当时应该更早早被抓进去 在周立波那个时期 张志顺赶露头 直接就被一棍子打死了 可是现在为什么 老骗子张志顺霸占屏幕了 那就是因为 西方旧的思想牢笼崩溃了 新的谎言大厦正在建立 他需要补充各种细节 这就是精装修 西方邪神 在人间一看 咦这还有个没死的老骗子 好就是你了 于是张志顺就迅速出名了 什么八部金刚宫啊 什么道医啊 这都来了到了这个时候 如果你还不能认识清楚 张志顺就是老骗子 你还崇敬他 你还以为他那个八部金刚宫 和张啊 马宝国那个什么闪电五连变有区别 哎 那我就真没办法了啊 那我就做个推论啊 张志顺 他不是能看病吗 你有病 哎 你希望他给你治好 但是张志顺 他最高的神通是什么呀 是一口仙气呀 你看看啊 他一口仙气下来 那个鸟都活了 所以啊 你如果觉得你身体不好 张志顺能给你看病 那我告诉你啊 张志顺最高的为你看病的办法 他就是啊 抱住你 和你嘴对嘴 给你啊 往你的嘴里吐他的仙气 此时啊 你就拿一张张志顺老骗子的照片 你就想一下啊 你把这个照片啊 这个百岁老人 哎 他就深情款款的拥抱着你 让他的一张老脸呀 缓缓的 越来越近的 贴到你的脸上 然后他的嘴唇呢 就紧紧贴上你的嘴唇 然后他的舌头就伸入你的嘴里 你如果到了这个时候 还没有恶心想吐 那我就恭喜你啊 你是无可救药了 如果你这个时候吐了 那好 那我也恭喜你 你觉醒了 睁开眼看世界吧 还一口仙气救小鸟 这老骗子再多活两年 他敢玩一个让死人复活的戏法 从那个坟墓里跑出一个人来 他让他变活了 反正他旁边都是他的托 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就这个人太恶心了啊 你们受骗的人啊 好好看看这个老骗子的一张老脸 这就叫臭不要脸 还道一啊 这真是恶心死人了啊 你想一下 马云怎么创造了无数互联网的新名词 你再想一下 马宝国那个闪电五连边 松果谈头劲 哎 你就知道道一是个什么玩意了 他还自称道爷 哎 真是马不知脸大 张志顺啊 这辈子到头了 他进入地府 现在他肯定只能留在地府当小鬼了 等我去地府 我就好好抽他几个大嘴巴 好了 我就是从各个方面 为大家讲清楚 国学就是西方邪神性的思想监狱 大家千万要明白这一点 未来挡不住的啊 会有一连串的国学大师出来 他们都是骗子 无一例外 这么说吧 我自己还是东方小神仙下来呢 但是我吹牛吗 我不吹牛啊 我很坦白告诉大家 我是该吃饭就得吃饭 该得病就得得病 得了病就得吃药 而且好多毛病 吃药都治不好 同时我再告诉大家一件最关键的事啊 就是我对人间对凡人无所求 我不要名也不要力 我也不和凡人接触 你就只看名利两个字 这就是区分骗子和老实人的根本 骗子要名要力 否则跑出来干嘛 说到这里啊 我突然想起一个叫做玄威子的骗子了 这个家伙说自己是紫威大帝下凡 他还说可以带人修仙 你给他几千万你就入门了 你给他一个亿啊 你就包成功 这个死骗子啊 给一个亿就包成功修仙了 他早晚被车撞死 我再告诉大家啊 就是我一直说的怎么修仙 这一刻是包括我自己的 我是东方小神仙 我下来那我就有了这个肉体 那我就和凡人一模一样 没有区别 我也生老病死 我也不能白日非生 以前的人怎么死 我也一样 到时候我病了我就死了 死了大家都去地府 只是我可能呢 因为完成了任务 那我就走天道 就回了天上 就在人间消失了 如果我没有完成任务 那我估计我还得再来人间一遍 甚至好几遍 但是每一遍我出现 都是凡人 现在大家就更加明白了 神仙下界 表现出来的也是凡人 那我不同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灵魂层面 这个我现在还不能展开 我只说大家已经切实看到的 就是这一系列西游记视频 大家看看啊 只要你不带偏见 你认真求知 那你马上就能看明白 西游记系列视频 就是神迹的展现 凡人是根本做不出来的 就现在 如果我停在这一集 那么西游记后面的文字 依然没有人能解读 大家明白了吧 神仙展示神迹 其实都是凡人能理解接受的 否则神仙下来干嘛呀 神仙下来 就是要在思想和物质两个领域 给中国人民带来切实的提高 这就是毛主席 齐主席 他们对中国人民做出的伟大贡献 我呢 我之前在汉朝是东方硕 那个时候我就和妖魔鬼怪打交道 汉朝的东方硕 也不怎么和人打交道 那个时代啊 妖魔鬼怪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啊 现在这个时代 妖魔鬼怪更多了 所以我又来了 但是你看啊 汉朝的历史书籍 真实的记录了 东方硕怎么杀妖魔鬼怪吧 没有吧 那你看李白 他也没有吧 那么这个时代也是一样 我怎么杀妖魔鬼怪啊 大家还是不知道的 但是呢 我会给大家书写真正的历史 这个大家就全看到了 好了 说了这么多 大家就能更清楚的认识清楚 国学骗子了 为了大家更容易的区分 你遇到的大师是什么货色 那你呀 只要抓住一点 就是他宣传的是私心还是工心 他是说的 一个人怎么为社会服务 还是一个人怎么向上爬 你就完全理解了 此时啊 我就放个郭继承 大骗子 这个郭助农的新视频 你看看啊 郭继承 他已经觉得自己马上就有神通了 他下一步啊 估计就要肉身成圣成神了 我告诉大家 我讲每一堂课都有我的发心 怎么样对别人好 对社会好 怎么样对国家好 我还告诉大家 我这个心发出去以后 后来这个视频的传播量 比如我内心里要起个念头 说我这堂课是对着多少人 多少人讲的 我希望我们这个民族因我这堂课多少人多少人积取精神的力量 我告诉大家 后来你看他的传播量几千万几个亿 他后来基本上和我的愿力相匹配 我都观察过 如果说讲一年课就是你一点小课 看到了吧 郭继承已经把自己的精神散发出去千万份上亿份 人人呢都要汲取他的精神 就这个二傻子啊 我本以为他以前就够逆天的了 说什么马克思是畜生 然后他说孔子老子都和活头没法比 但是现在啊郭继承自己啊他自己就变佛陀了 郭继承也发心了 而且他一发心 全世界都得跟着他的心来变化 你看这不就是他从文化骗子变成了神棍了吗 之前那个齐善红 他说自己是老子的徒弟 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啊 这个齐善红恬不支持 叫老子是爷爷 然后呢 老子还和他对话 一问一答 你看神棍就是这样给自己刷金身的 而郭继承呢 已经不屑于做梦了 他直接肉身就成神了 他只要一发心 全中国人民都能得到他的精神力量 这是什么人呢 这是 我就真是服了啊 骗子走到最后 殊途同归啊 这不是和张志顺一样吗 张志顺活着时候 他说自己是陆地神仙 死了之后 他说自己羽化成仙 我就真是 就这帮骗子啊 真是气得我哭笑不得啊 如果我的灵魂封印被全部打开 说实话啊 我真想把这个郭继承直接变成白痴 当然啊 我就是说说而已啊 当我的灵魂封印被全打开之后啊 我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 我也不能去做这样的事 我对凡人呢 不会有过活的举动 我也遇不到郭继承 即便我遇到他 我就先躲着走 现在大家就看看这两个人的照片啊 你再看看他们做的事 他们说的话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他们两个加在一起 就是国学 张志顺代表了宗教 他披上了国学的皮 郭继承呢 代表了私心 他也披上了国学的皮 而国学是西方学神 新的谎言监狱 但是因为啊 人家也提前十几年打造 而且这个国学 还是以中华文明为根基 它长出了一个歪薄树 所以中国人呢 就很难分辨它了 因此呢 我直接告诉大家 国学就是张志顺加郭继承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以后你遇到的所有大事 你就像这两个人身上套就可以了 他们不是张志顺 就是郭继承 最后走到一起啊 都是神棍 基本就这两个流派 如果再出来新鲜的啊 到时候我再给大家说啊 这个时候啊 我们看看原文啊 唐僧看到老头心中欢喜 老头就是国学 唐僧就是2023年 现在这一刻的中国人民 现在啊 人民说美国不好 西方不好啊 这个大有人在 很多人看清楚了 可是说起国学呢 那一个个就跟飞蛾扑火一般 疯狂拥抱啊 看到了吧 这就是西方邪神的手段 他们真的很了解人心 我此时再多说一句 很多推崇张志顺的人 其实你的本心 是为了自己的健康长寿 你就从私心攻心角度 冷静思考一下 当你推崇张志顺的时候 你的心里有几分想到 是要让所有的人因此受益呢 对吧 你开始的本心 就是我自己能健康长寿 这就是私心的体现 而西方邪神呢 也就是针对你这点搞出来的国学 所以呢 唐僧就欢喜了 你看他说 西方啊 真是福地 这老头走路都快走不了了啊 可是他还念经呢 其实这句话很逗 这是东方神仙 在讽刺西方神仙 现在天上的战斗 东方神仙胜利了 这不就是西天门关闭了吗 可是就在这样情况下 西方邪神还在提前买雷 他们搞出来国学 这就是唐僧说的 西方福地啊 西方神仙 西方邪神都快走不了路了 这时候你还念经 这个经就是国学的经 东方神仙意思是啊 你们西方邪神有本事 就让白皮黑鬼啊 发展科技和经济 这才是根本 可是你们没有这个本事 所以你们只能念经啊 继续欺骗中国人 猪八戒这个时候说了一堆话 你注意啊 此时老头什么都没说呢 猪八戒就把他的身份 都交代清楚了 同时还说这是祸害 此时这个祸害的意思 不是猪八戒揭露国学式欺骗 根本不是啊 这个意思是啊 中国的宣传口还在汉奸手里 他们握有解释权 什么是国学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他们都给把握住了 而祸害是针对孙悟空说的 孙悟空代表革命者 觉醒者 汉奸到了2023年 还在打击革命者 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打击 此时啊 我还是用我来举例啊 你比如 我说所有宗教都是骗子 那么这个时候 就有人说 道教不同啊 道教有一些是好的 在这个状况下 宣传口的汉奸 就可以引导这一批人 针对我 否定我 大家明白了吧 而的确有一些人呢 还觉得道教不是百分百坏 还是有一点好的 我就真不明白了 道教好在哪里 我举个道教最爱吹牛逼 最爱吹的牛逼啊 他们说 一到乱世啊 那个道教的人呢 他就出来救人了啊 他们可都是大好人 那我就纳闷了 道人都是超人吗 他一个人出来就能拯救地球 你们不是吧 那你不是超人 我就问你啊 道人怎么拯救国家民族了 邓小平时代 我们算三十年 或者四十年都可以啊 有哪个道人 来拯救中国人民了吗 中国都快变女儿国了 有道人出来了吗 没有任何一个道人 出来拯救中国 相反的 我去青城山旅游 我就亲眼看到 青城山道士 就在道观里面 等着善男戏女来 我亲眼看到 一个女人 直接捐款好几万 甚至是十几万 具体数目 我记不清了啊 反正是万以上级别 要级别 而他这个女人换来什么呢 就是道观 那个大钟啊 叮当敲几下 就这个工作可是太美好了 如果我是凡人 给我这个工作 我也太愿意干 我乐不得的 敲几下钟 好几万 好几十万就到手 这会儿你说好不好 那你看看 就在这个过程中 人民被道人服务了吗 我就问问啊 我上一集提到的 安康学院 那个因为拿不出一万多块钱 而自杀的大四学生 你们哪个道士 拯救了他一下 那可都是人命啊 那你看 道人服务的对象是谁啊 都是丢出几十万不眨眼的有钱人 老百姓穷人 这帮道人是看也不看你一眼啊 这就是那句俗话 我佛不度穷逼 哎 道人也一样 所以啊 千万别被骗了 还道人拯救乱世 过去几十年还不够乱吗 民国时候还不够乱吗 你看是道人建立的新中国 还是毛主席建立的新中国 牺牲的那么多烈士里面 哪个是道人 可别被人卖了 还帮人数钱了 你清醒点吧 拯救国家民族的 是人民 是英雄 而不是什么道人和尚 宗教就是剥削压迫人民的 都要推翻 一个不留 此时你看啊 孙悟空去见老头 他收起了棍子 棍子啊 就是金箍棒 是思想改造的武器 这个时候 我很明白告诉你啊 这说的就是现在 2023年 以及未来一段时间 因为此时啊 老头就是国学 金箍棒抡起来 就是对国学开刀 而这个时候 现在人民 没法认识清楚 国学的危害和欺骗 现在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敌人 是满清 是西方 所以这个时候 也不太好 对国学动手 因此呢 郭畜生 哎这样的人 才混得风生水起 因为国家没管他 他 郭继承呢 一路就奔着 肉身成盛 就发展起来了 大家这就明白了 收起金箍棒的含义 然后孙悟空问 你这老头 为什么一边走路 一边念经 这就是我这一集 详细解释的 国学的本质 就是西方新的思想监狱 这玩意儿正在打造 还没有完善 他们还没有找到 精品装修队呢 新的鲁迅 新的张艺谋 还没出现 目前只有一些 野鸡装修队 就是郭继承 王泽峰这样的 他们不成气候 所以呢 一边走路 一边念经 就是西方邪神 正在打造这个国学监狱 远没有完工 而这个时候 老头错认了定盘星 以为孙悟空是个等闲的 你看这个时候啊 你按照故事 他也解释不通 这个白骨精 前面都被打死两次了 都是被孙悟空打死的 他都没有还手能力 孙悟空也没有变化 就是一直原来的样子 那个老头怎么可能还不知道孙悟空的厉害呢 所以这个地方说的就是啊 国学改头换面了 他是西方邪神 新的思想监狱 但是因为这个监狱 是从中华文明这个土壤生长起来的 它具有极为强大的欺骗性 所以西方邪神认为啊 中国人根本没有这个分辨能力 他们认为 中国人不会发现 国学是一个新的思想监狱 相反的他们还以为 中国人民会因为国学 在宣传中华文明 而感到骄傲自豪 从而迅速跌进新的思想监狱 不能自拔 这就是孙悟空 这就是妖精啊 把孙悟空看作等闲的含义 然后老头说 我自己啊 祖居此地 这就是说国学的根源是中华文明 大家懂了吧 接下来一段啊 这个就是现在和未来都说到了 因为这里有未来 而我也没看到过未来 所以我说的话 大家要自己扩展思考 我只是基于现在来说 孙悟空说啊 我是下火人的祖宗 这就是说我们中华文明 是世界文明的根 我们管理世界的时候 白皮还在树上呢 所以我们是祖宗 此时孙悟空就拿出了棍子了啊 但他没有打 这个怎么说呢 你看成现在这一刻就好 这一刻为了根以后 看我视频的人说明白啊 我特意说一下时间 此时是2023年9月份 这个时期你看啊 我的视频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国学 这就是孙悟空拿出棍子 可是没打下去 就是现在这一刻 国家也没有办法彻底清除国学 现在只能揭露 还不到清除的时候 这就是孙悟空拿着棍子 后面你看 孙悟空犹豫的心态 他说呀 如果打死老头 唐僧就要念紧箍咒 如果不打呢 唐僧就被这个妖精抓走了 这就是说 如果不管国学放任发展 那么人民又被欺骗了 这就是新的宗教 人民继续丢失精气神 可是如果管呢 那么这个时候开始管 人民不清楚真相 人民反倒会责怪政府 误解国家带动了吧 所以呢 我这一系列视频 是对国学的批判 这就是孙悟空拿在手中的金箍棒 现在还不到打下去的时候 后面说的花言巧语 哄骗的是谁呢 不是妖精 而是唐僧 唐僧代表人民 这个地方既然谁先写了 那我就必须想明白啊 就是说呀 人民我实话实说 那个智商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真的是 很多人不开窍 你就当他们是三岁孩子好了 比如啊 眼前有一个小和 你不让这个三岁小孩下去玩 但是小孩偏偏要去 那下和很容易就淹死了 对不对 你作为父母 你不能天天看着他吧 你要去工作 他总有离开你眼前的时候 那你说 这时候你就对孩子说啊 这河里有大老虎吃人 你吓得小孩不敢去河里玩了 这不就是救了孩子吗 而孩子长大之后 他自然就明白父母的一番苦心了 这就是孙悟空要花言巧语 哄骗唐僧的本质含义 清除国学是为了救人民 但是这件事啊 即便后来执行下去 也不会为所有人民当时就理解 大家懂了吧 这是神仙提前预告了未来啊 之后啊 这下面的情节就是未来了啊 下面说的不是现在 是未来 孙悟空叫来土地山神 为自己作证 这个土地山神啊 你可以理解为神仙 也可以理解为啊 历史记录 这就是说 历史终将证明 国家清理干净国学 是待正确不过的政策了 然后呢 孙悟空就一棍子打死了白骨精 这就代表国学彻底死亡了 而这一切呢 不是现在 而是发生在未来 未来什么时候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灵魂封印 还没有被全面揭开啊 所以我也看不到未来 不过呢 随着大家越来越清楚国学的本质 那么当明白人足够多的时候 也当啊 郭继承这样的骗子 发疯到无法控制的那个地步时候 对国学的清理应该就展开了 这个我们拭目以待 其实你可以看郭继承 你看郭继承什么时候自封圣人 那就是那个时候了 但是这一切啊 必然发生 这一切都被记录在西游记中 所以我说呢 西游记中记录着过去 现在和未来 大家如今更加明白了吧 当国学被打死 那么西方些神 这个半成品的思想监狱 就彻底被摧毁了 那时候的人民 尤其是年轻人 他们一开始接触的 就是真实的世界 真实的历史 那么他们也就再也不会被欺骗了 让我们期待这一天早日来临 这一集呢 就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